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头条历史 在1962年和1967年,中印之间曾因边界纠纷发生过两次流血冲突事件 上期节目,我们重点讲述了1962年发生的第一次中印边境冲突 本期节目,我们再来说说这发生在1967年9月至10月间的第二次中印边境冲突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欧阳昨天的节目,一定要去频道首页把它补上哦 由于1967年中印军事冲突的规模伤亡 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度与1962年中印战争相比都要小上许多 以至于1967年的这场中印边境冲突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但是,正是这场规模不大的军事冲突 间接的为印度在1971年肢解巴基斯坦 称霸南亚次大陆 并以此进一步在中印边境与中国叫板提供了有利条件 进而改变了中国与印度领土争端的整体态势 首先,因为关于这场冲突到底是由谁挑起的 中印双方的说辞差异较大 所以有必要详细交代一下这场冲突的背景 虽然这次的中印边境冲突开始于1967年9月 但实际上早在1962年第一次中印边境冲突结束之后 打了败仗 但心不甘情不愿的印度就已经在开始酝酿下一次边境冲突了 自从1962年战败后 印度就开始不断加快扩军的步伐 国防开支大大增加 据报道 仅仅在1963年印度的军事预算占总支出的比例就高达46%以上 其陆军的人数更是整整扩大了一倍 并将其新组建的7个山地师全部部署到北部边境以防备中国 为了稳定因扩充军备并增加税收导致的激烈的社会情绪 从1963年开始 印度政府就不断散布中国军队在边境集结的消息 同时其国内媒体也不断渲染中印两军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 由于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小国西津 在1950年正式成为印度的附庸国之后 印度常年在此驻扎军队 而此地的印军也在中国西津边境附近不断挑衅中国军队 并在中印两国主要通道之一的奶堆拉山口附近 多次越过中西边界 移动戒碑 修筑攻势与架射电话 甚至是印军战机也曾多次侵入中国领空 对西藏的康巴宗和亚东等地进行侦查 就在冲突爆发的前一年 也就是1966年 印度的挑衅更是变本加厉 根据中国外交部在1967年的一份召会 给前一年的印军活动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在中西边界 印军在去年5月至12月的8个月中 越过奶堆拉山口侵入中国境内侦查骚扰 共达13起 并且修复了1965年9月 印军从那里撤逃时遗留的铁丝网 印军还一再在奶堆拉山口 进行各种挑衅活动 甚至向中国哨兵开枪 在达吉山口 入侵印军对当地的中国牧民进行恫吓 在冻廊操场 印军纵火焚毁了中国牧民的牛棚一所 以上基本上就是此次1967年边境冲突的大致背景 等到了1967年 据报道 10年8月13日起 解放军迫于印度军队的骚扰 开始在奶堆拉山口正常挖战壕 然而印度方面却一口咬定其中一些战壕 在边界吸睛一侧 并借此大做文章 其挑衅行为终于越过了稿式的界限 并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结合印度在冲突爆发前数年间的所作所为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此次冲突的起因完全是印度一方挑起的 并非像其单方面宣称的 是由于中国入侵印度保护的西津 企图颠覆当地政权 印度军队进而被迫反击 另外 事后根据印度方面的记载也能看出 9月11日早上 是先由于印度士兵在中国境内架设铁丝网 才引发的双方扭打冲突 然后是冲突的过程 此次冲突主要发生在中印边境的 乃堆拉山口和卓拉山口 1967年8月至9月11日间 印度军队开始反复侵入中国边境蓄意挑衅 公然在中国境内架设铁丝网 更是刺伤数名中国士兵 此间 中国军队严守不开第一枪的纪律 紧对入侵的印军发出严重警告 然而迎来的却是印军的枪炮手榴弹和猛烈的炮火 一时间就造成数名解放军官兵伤亡 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当即发起反攻 击毙印度官兵数十人 悉数摧毁中国境内的军事攻势 印军败逃 解放军未出境追击 自此第二次中印边境冲突正式爆发 在此后的两天里 印度军队再度数次发动猛烈火炮 纵身炮击边防部队所在地 以及居民居住地 共打死打伤边防战士数十人 并使中国当地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 忍无可忍的中国军队不能不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为了压制印军炮兵 我军向一线增配了大口径火炮 敌人每发动一次炮战 都受到了解放军坚决有力的还击 据当时指挥作战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王成汉回忆 双方的炮击共持续四天三夜 解放军将印军的八个炮兵阵地挨个打雅 印军炮兵毫无还手之力 令摧毁数个印军军事攻势和车辆 避伤印度官兵众多 印方于9月16日打着白旗进入中方境内 领走了此前遗弃的尸体14具 各种枪支24支及其他各种军用物资 并在移交书上签了字 奶队拉山口战斗后 印军仍未死心 1967年10月1日中国国庆节期间 中印两军在奶队拉山口 以北数公里的另一个通道 着拉山口爆发冲突 印军库尔喀连队的八个士兵 手持库尔喀弯刀 向中国士兵寻衅 但失了亏 恼羞成怒的印军拔枪向中国军队射击 当场打死数名解放军官兵 并用迫击炮向中国军队阵地开炮 解放军边防官兵在刺猬还击中 全肩入侵的全部八名印军官兵 同时 解放军炮兵部队也用猛烈的火炮 压制印军的火炮 印军逐渐不支 并在当晚停止炮击 自此卓拉山口战斗结束 接下来是此次冲突的结果 关于中印两国对 乃队拉山口和卓拉山口战斗的伤亡统计 中印两国的数据差距较大 根据中方记载 在乃队拉山口战斗中 中国军队阵亡32人 击毙印军65人 在卓拉山口战斗中 击毙印军36人 印度国防部则对外宣称 两场战斗印军总计阵亡88人 负伤163人 中国军队死340人 伤450人 另外印度媒体还宣称 印军狠狠地打击了 中国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一血五年前惨败之耻 证明了印度现代化军事改革的成绩 十分扬眉吐气 据说当年两个主要战斗地点之一的 乃队拉直到今日 还是印度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但是很多历史学者表示 就包括中美在内的历史资料来看 有更多证据表明 1967年是印度主动挑衅 然后反被中国狠狠地揍了一顿 然而 不论当时双方真实的伤亡到底是多少 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印度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 试探出了中国的底线 1966年 中国开始进入十年文革时期 共产党内部的争斗和消耗逐渐加剧 虽然此次冲突 印度未能在边境线上占得便宜 但是明白了中国正逐渐对南亚事物表现出缺乏兴趣 有学者认为在屡次边境冲突对峙中 中国始终保持极度克制的态度一味忍让 只要印度不过分越境搞事 中国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于是印度抓住机会成功肢解了巴基斯坦 并强化了对西津的控制 称霸南亚次大陆 事实上除了中国外 印度一直将巴基斯坦视为头号威胁 并且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削弱巴基斯坦的力量 1971年初 东巴掀起了大规模不合作运动 打出了孟加拉国的喜好 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汉 下令取缔在东巴占领导地位的正党人民同盟 逮捕人民同盟主席谢赫穆吉布拉赫曼 对此 东巴发生兵变 但很快 巴基斯坦政府军就镇压了孟加拉解放军 许多东巴人逃往印度避难 巴基斯坦镇压东巴叛乱 给了印度极好的出兵借口 并成这趁你病要你命的做派 印度不仅在议会中通过了支持东巴独立 成立孟加拉国的决议 在外交上游说诸多国家获取支持 并和苏联结为军事同盟 另外 印度还专门对中国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 一方面 1971年当时的中国正值进入联合国的关键时期 出兵支援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极小 另一方面 当时中国正处在十年文革最动荡的时期 国家内部权力更迭 内耗不断 内忧尚未摆平 不会有空闲 关注非本国利益直接相关的次要国际事务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1971年11月21日 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小规模进攻 此后 愤怒的巴基斯坦宣布对印度宣战 巴基斯坦的宣战正中印度下怀 他们正好有理由对巴基斯坦全面开战 最终 位于东巴的巴基斯坦军队难以招架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向印军投降 印度随即见好就收 次日宣布在西巴单方面停货 巴基斯坦政府也接受了印度的提议 第三次印巴战争最终以印度的胜利 东巴独立建立孟加拉国而告终 这场战争使巴基斯坦被一分为二 原本人口占全巴基斯坦56% 领土面积占16%的东巴基斯坦独立了出去 巴基斯坦的实力被大大削弱 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目的最终得逞 这也使得印度成为南亚地区唯一的军事大国 而中国也因为巴基斯坦在失去了东巴后 国力和人口大减 失去了与印度继续抗争的资本 而更加依赖中国对抗印度 成就了今日的巴铁 由此中印巴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新一轮的三方边境对峙态势由此展开 最后自1962年和1967年两次边境冲突之后 中印两国还在1986年爆发了第三次的边境冲突 两国之间异常紧张的形势 使得中印再次走到了开战的边缘 在后续的节目中 头条历史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中印第三次边境冲突的精彩故事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头条历史 喜欢欧阳的观众朋友 还请不要忘记给欧阳点个赞 并关注头条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